后马政府八年政绩好差 而民进党青年团也成立了鹰派进香团 让青年从社区开始发挥影响力 王敏胜 出两本 在此地台北市议员王敏胜一同振臂高呼 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出席蔡英文大安区后援会成立大会 立顶蔡英文炮打马政府 我们明年一会查 酸蔡英文这种中途 让比达终结这八年来的乱象 打破现在的困难 同时希望我们整个台湾做出这个门局 呼吁民众用关键选票改变台湾未来 民进党青年军也要尽一己之力 鹰派革新 青年进香 Go 那这鹰派革新手版仔细聆听解说 这是青年军推动的鹰派靖香团活动 每周末率领30名青年学子 从认识社区开始发挥青年影响力 这回开拔到北投 还找资深议员来当导览员 我们认为关心公共事务就是从关心自己家里面 家乡里面生活周遭的事务开始 昨天在台中 我们就在台中的海线 那海线就是 乡民们大家就会想到有消波块 我们就带着大家去看消波块 然后去讨论那边的地方政治的美丽与哀愁 我们接下来也会陆陆续续在台湾各个地方 不同的地方 根据他们那个地方的历史人文特色 来推出相关的进商效率 上下扎根从社区做起 民进党又让青年成为蔡英文的坚强后盾 民事新闻上的宋宏林 杨伦翔 台北报道